劳动合同约定中的12个典型错误,你是否有认真的看过你的劳动合同,签劳动合同时需要注意哪些要素? 1. 合同条款约定不完备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7条的规定,劳动合同应当具备9个条款,一般而言,只要有主体、劳动报酬等核心要素的约定,合同即被认为合法有效。 2. 毕竟劳动合同最基本的要求,是用以证明劳动关系,立法初中也是为了解决劳动合同签订率过低,导致很多劳动者无法证明劳动关系的后果。 2. 但实践中,也有些裁判部门认为,如果劳动合同不具备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必备条款,无法确定双方的劳动权利和义务,那么该合同就不具备劳动合同的本质特征,不能依法成立。 3. 这种裁判观点明显与劳动合同法。 第81条的规定 3. 像被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未在明本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或者用人单位,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的,由劳动刑下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也即按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未具备必备条款,承担的是赔偿责任,且需要在造成损害的前提下。 2. 违约金约定不当劳动合同法第25条规定,除本法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 3. 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即只有敬业限制及服务期,关于劳动者承担违约金的约,定才有效,但却没有限制用人单位承担违约金的情形。 最典型的错误是约定合同期未满,任一方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均需支付对方多少元的违约金。 这种情形下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是无需支付违约金的,但单位则很可能需支付。 3. 损失赔偿没做约定,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16条的规定,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 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因此,应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员工过错造成单位损失时,用人单位可以从其工资中扣减费用,作为损失赔偿的款项。 4. 试用期期限约定不当1,试用期或长2多次约定试用期3,不应约定试用期而约定试用期。 5. 试用期满路用的条件约定不清楚,导致用人单位无法合法解除,不符合路用条件的试用期员工。 上述第四,五点可见之前文章,用人单位约定试用期条款的几个典型错误及案例。 6. 职务、岗位和工资待遇等约定过于刚性对于劳动合同的岗位。 职务、工作地点、劳动报酬的约定过于刚性。 一旦发生因经营管理,需要而调整岗位的情形,则会导致单位处于无法行,适用工资主权的不利禁地,应做到。 1. 合同的约定尽量不要过细,尤其是职务和岗位,约定某类即可。 2. 比如入职时为业务副经理,我们可以约定为管理类,对于工作地点,对于可能发生变更的,也需在劳动合同中,做可变更地点的约定。 2. 要有相应的制度支持。 1. 要有岗位的职责说明,岗位的考核量化标准,劳动报酬与劳动岗位的挂钩管理,不同岗位的不同工资区间。 2. 要有调岗调新标准制度,即明确员工的考核成绩,到达某个合理的标准时,单位有权利对员工进行岗位和报酬的调整。 3. 要有调岗调新的程序制度。 3. 做好平时的管理工作。 1. 平常对员工考核时,出去按考核制度和程序,做出的考评或考核的结果,让员工签收。 2. 如果员工工作存在事物,则要求其向公司提交说明,或者检讨等书面材料。 3. 用人单位与员工就调岗调新签订协商一致的协议。 7. 未明确约定合同期限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 8. 如未明确约定劳动合同终止时间,除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以及全非日致用工的劳动合同案,又会被认定为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风险。 8. 公司项目不恰当没有将必须的工资列入,导致赔偿发生。 9. 尤其是如无法证明加班费已支付的事实,则可能需另行支付加班费。 9. 公司单中,所要列明的工资项目,按其重要性,顺序如下,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加班工资,社会保险,高温津贴,全勤奖,考核奖金,工零工资,交通津贴,通讯津贴,住房津贴等。 9. 对于管理尚不规范,工作难做到细致的单位而言,基本工资,社会保险,加班工资,高温津贴,全勤奖,考核奖金属于必须。 9. 敬业限制的约定错误 1. 员工主体范围过大,可能不适用根据劳动合同法。 第24条的规定,敬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富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敬业限制的范围,低于,期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敬业限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发规的规定。 因此,敬业限制仅是限制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但用人单位往往出于防止员工离职,防止员工凭借工作中所学习的技能,而成竞争对手,而做超出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必要的敬业限制约定,有无效的可能性。 二,员工主体范围固大,单位承担本无必要的经济补偿金,上述第一种情形下,单位与普通的劳动者约定敬业限制,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对此持开放态度,一般也会认可。 在这种情形下,单位随意约定的敬业限制,会给单位带来不少的经济补偿金的法律责任。 三,经济补偿的支付约定不清楚,可能会认为效力带定如果敬业限制协议书,对于敬业限制补偿金的数额,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约定不明确,在一些地方的司法实践中,会被认为属于效力带定合同。 劳动者在公司规支付敬业限制补偿金的前提下,有权选择是否履行敬业限制义务,一旦劳动者在企业支付敬业限制补偿金前,跳槽到竞争企业,那么该协议不具备约束力。 当然,关于这一点,现实有很多观点认为此系合同的漏洞,可补充完善,敬业限制协议仍然有效,十,服务期的约定无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打第22条的规定,所谓服务期,是指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定立协议,约定的工作年限即为服务期。 服务期的违约金与敬业限制违约金的区别在于,服务期的违约金与敬业限制的违约金不同,服务期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而敬业限制的违约金则无此限制。 十一,罚款,提供担保等约定无效约定如员工违反公司制度等行为,公司可对员工罚款,这种约定无效,我们建议,可以设置考核奖金等方式进行应对,如违法单位规章制度,可检发考核奖金。 十二,通知,送达方式约定不清楚,无法有效送达各类通知及文书送达方式,其实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对员工进行处罚时。 如无时党的送达方式,则很难主张已进行了有效的善意沟通,尤其是对于一些小过错,累加为大过错,催促上班,制度告知等情形异议尤其重大。 因此,相应的依据已告知,关于送达方式,应约定电子邮件,常驻地址,OA等各种送达方式,以便于用工管理,来源。 法妞问答免则说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公众号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 未经本公众号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实性本公众号,不做任何保证或承诺。 请读者仅做参考,运营人员,赵颖MX007 请读者仅做参考,运营人员,赵颖MX007